这家人想骗老头遗产 结果老头越活越硬朗 全家人没活过老头一个 今天整一部1972年的电影 养老金 老王头今年59岁了 无儿无女 他用所有的积蓄 买了个庄园 养了个小狗 那这天他有点不舒服 阿强给他一诊断 知道这老爷子活不久了 最多两年 但听到老王的经济情况后 阿强就跟他说 你身体倍棒 没啥大毛病 但为了你的晚年生活 我给你推荐个养老金计划 就是我每年支付给你养老金 等你死的时候 我再给你举办个风光的仗礼 但是你的遗产要给我继承 老头一想 自己无儿无女 又有人送钱 又有人送中 那这买卖划算呢 回头阿强就找到了弟弟 说自己找了个冤大头 两年的养老金 就能换一个庄园 接着一家人就来看房子了 虽然是有点破 但是位置好 地方大 精装修一下 那就是豪华别墅 事不宜迟 他们赶紧找了个律师 要签署养老协议 律师说 考虑到通货膨胀 每年的养老金 要随着市场的行情增加 阿强兄弟俩直接同意了 毕竟这老王头就两年活头了 转眼两年就过去了 弟弟的儿子也出生了 阿强一家收到了老王的贺卡 说自己身体倍儿棒 好得不得了 阿强一听 不应该呀 于是趁着给养老金的时候 他又给老王枕断了一次 果然这心跳都有点偷懒的 肯定活不到下个圣诞节 转眼就到了圣诞节 老王又寄来贺卡了 说自己身体不错 还帮人盖房子呢 阿强说 他这次回光返照 肯定活不到下一个圣诞节 结果 老王回光返照了五年 弟弟的儿子都长大了 阿强就说 自己的诊断肯定没错 下个圣诞节 他要不死 我爹死 果然 下个圣诞节一到 他爹就没了 不得不说 这是个完美的计划 支付并没老头养老金 然后继承他的遗产 但这老王头也太能活了 二战都爆发了 他还没死 当年诊断并不是59岁 那现在都快70岁了 而因为战争 阿强一家也扛了行李 准备去老王家避难 但老王收留了很多孩子 现在只剩下一个两具死了 第二天一早 阿强一家就被孩子们吵醒了 那睡在外边也不是办法呀 得把老王的死 踢上日程啊 他们想了个招 实名举报 老王头是德国间谍 军官一听 立功的机会来了 就要亲自抓捕老王 结果这天法国沦陷了 现在德国间谍不能抓了 那就坏一种思维 向德国人举报 说老王头 四场美国士兵 结果举报信刚寄出去 盟军就要来了 游队员为了躲避战火 带着信跑了 法国解放之后 游队员又回来了 把之前的信送出去了 于是四场美国士兵 成了爱国举动 老王头还被颁发了荣誉勋章 阿强一家的脸都绿了 但这时候 老王头突然捂住了心脏 他们机动坏了 是新装兵 结果是他的荣誉勋章丢了 阿强一家又坐下了 转眼到了1949年 老王头还没死 但阿强的弟弟挺不住了 说自己没有钱了 支付不起老王的养老金了 不过阿强有个主意 要知道 老王今天七十八了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为了让老头光速去世 好继承他的庄园 一家人带着他步行幽巴黎 从圣星大教堂 走到凯旋门 然后去圣母院 再到埃芬尔铁塔 结果这一趟走下来 老王啥事没有 阿强一家累得要死 接着他没有请老王吃大餐 大杯啤酒 配上大盘肥肉 然后他没有去了地下酒吧 带着老王吸二手烟 甚至还带老王去干脱衣物 吃起他的小心脏 那这一趟死亡之旅下来 老王啥事没有 甚至还能跑步追火车 反倒是 阿强的喜别撑不住了 当场就去世了 老王感慨啊 那人太脆弱了 他们昨天还一起喝酒来着 而阿强的弟弟受不了了 整了把左轮枪 就要干死老王 他的计划是 约老王去海边 说要和他一起蹬脚踏船 这样别人就听不到枪响 结果蹬到一半 船坏了 老王说你别担心 我去搬救兵 直接跳海里就游回去了 剩下他自己还不会游泳 不小心掉海里 淹死了 老王就感慨啊 先是阿强媳妇 又是阿强的弟弟 那这人真是太脆弱了 又过了好多年 全世界爆发了新冠病毒 老年人更容易中招 结果老王感染病毒了 阿强赶紧找到了弟妹 说老王不行了 他得新冠了 弟妹都要哭了 他都99了 可算等到这一天了 结果到医院一看 老王痊愈了 明天就出院 于是二人来到了老王的庄园 弟妹在楼梯上涂了黄油 阿强把阳台的扶手拒断了 两个人刚要告诉对方小心 结果老王回来了 好在阿强家还有个毒苗 就是他弟弟的儿子 为了完成上一辈的梦想 他找了专业团队 说要请老王看烟花 然后趁机暗杀他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 就这样 他们家唯一的毒苗 也螺旋升天了 那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愿这家人 能在天堂住上梦想的庄园 那么这就要这吧 咱们下期见 那么大